大家好,金正恩并非的消息现在广泛的传播,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 那么俄罗斯塔斯社今天发表了一个文章,是美国陆军参谋长委员会副主席约翰海顿将军明确指出金正恩控制着朝鲜军队,那么金正恩就是没有脑死亡。 它没有关于朝鲜领导人恶化的情报。 那么华盛顿4月22号,塔斯社驻华盛顿的记者报道,美国陆军参谋长委员会副主席约翰海顿将军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仍然控制着自己的部队,没有违反这一情报的报告。 美国国防部的一名代表在周三在五角大楼简报会上阐述了这一立场,那美国军方啊,军方得到的情报,就是金正恩还是牢牢控制着自己的军队。 他指出啊,他阅读了媒体关于金正恩健康状况恶化的报道,他说,我可以说,我没有任何情报可以证实或否认这方面的任何事情。 我相信金正恩完全控制着朝鲜的核力量和武装力量,我没有理由不这样认为,这是约翰海顿啊,美国陆军参谋长委员会副主席约翰海顿将军答,俄罗斯塔斯社记者提问回答了。 以前这个CNN报道啊,这个朝鲜金正恩手术后,监光状况恶化,可能讨死亡,这些消息啊,在美国军方啊,国防委员会,这个副主席约翰海顿将军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啊,所以呢,这就是美国军方啊,在简报会上回答了这些提问。 那么我呢,把俄罗斯塔斯社的新闻给大家汇报一下啊,那么现在对于金正恩这个状况,众说纷纭啊,有说脑死亡,有些人已经失控了啊,说已经有些人已经死了,那么现在看来,4月22号啊,这是最新的,美国国防部的将军啊,陆军参谋长委员会副主席,否认了这一新闻。